大家好,谢谢各位波容参加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我是今天的讲者,陈宣如 目前于Ibin Technology担任Field Application Scientist 我仅代表Ibin Technology,欢迎大家 本次线上研讨会旨在向各位介绍 我是开发的Intravital Microscopy活体显微镜 这套体内活细胞成像系统 并且介绍该技术于生物医学上的应用 首先,这座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活体显微镜 先容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活体显微镜主要指的是对麻醉或意识清醒的活体动物进行及时摄影 以便观察组织内的细胞行为 利用活体显微镜的技术 可以了解疾病进展过程和机制 或观察用药前后围环境中每个细胞的动态变化 不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更可以实现蛋白质与药物或其他化学分子及时的三维影像化 Iving Technology活体显微镜主要是针对小鼠和大鼠的活体实验设计出的最佳成像平台 动物模型通常在麻醉的状态下定会好想要观察的组织或器官 并置放于物境下方以进行从细胞水平上的及时三维影像 利用荧光特性进行观察 在活体的环境下将想观察的细胞进行荧光标记 右图是针对明巴节内的HEV高内皮小静脉所进行的拍摄影像 影像中红色的T细胞和绿色的B细胞从血管外渗 正如大家所见细胞可以逐个被区分 也可以正确分辨细胞的位置 镜头所指的位置为细胞外渗的过程 然而荧光标记的方法 以这里的T细胞和B细胞为例 是分别从可以表达DISRAID 红色荧光蛋白的转基因小鼠 和表现GFP绿色荧光蛋白的小鼠中分离出来后 静脉注射于我们的目标实验小鼠 以进行淋巴细胞过剂免疫 蓝色则是利用ERTR7抗体 荧光标记呈纤维网状细胞FRC的结果 我们将ERTR7抗体 加上名为Alexa Floor 647的远红外荧光物质 并且在成像的12小时前或前一天 先注射在淋巴结附近 并且等待该染剂 传递至淋巴结的结果 注射带有荧光标记的抗体后 只有准确表达ERTR7的FRC细胞会被染色 然而其余的部分则是会被clear out 因此可以同时在活体环境下对这三种细胞进行成像 另外使用血管显影剂FITC-Destron 确认HEV内血管血流 以下为对webtype小鼠进行肺胀成像的结果 右图中绿色的是血管 我们使用血管显影剂FITC-Destron来进行标记 红色则是血管中的中性粒细胞 透过静脉注射 含有荧光标记的Lite6G抗体所拍摄的结果 在影像中 血液中红色所标记的中性粒细胞 以及未被标记而显现为黑色的白血球 红血球等 透过该影像 我们可以同时对活体小鼠肺血管中的中性粒细胞和血流进行成像 并且了解农毒败血症模型中体内肺炎和免疫反应的过程 如上所示 我们可以在实际活体环境中诸葛监测细胞的运动 也可以直接及时的观察和分析细胞水平的动态现象 这就是活体显微镜技术最大的优点 前面展示了淋巴结和肺胀的例子 后续也将展示各种组织器官所拍摄的结果 例如骨髓或皮肤的 皆可以使用活体血微镜对单个细胞进行细胞动力学的拍摄 更可以进一步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 此外 新开发药物 细胞治疗药物 抗体或奈米粒子等 也可以在活体环境中进行成像和分析 以了解药物的作用 或是进行把点验证和有效性分析等 Ivin Technology活体显微镜能够在小鼠模型上实现高解析度的活细胞成像 如画面上所见 有骨髓 脑 脑肿瘤 视网膜 皮肤 皮肤毛发 各种肿瘤模型 未尝到如胰腺 皮胀 小肠 结肠等 或是乳腺组织 前列腺 淋巴结 乳腺脂肪垫 还有怀孕小鼠的胎盘 以及腹腔中肾脏 肝脏或是肌肉 胸腔中的心脏 肺脏 气管 脚状腺和脂肪组织等 此外 Ivin Technology不仅贩售多核一活体显微镜系统 也提供活体显微成像研究服务 欢迎各位向我们提出咨询 除了多核一活体显微镜系统的标配版外 我们也能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客制化 例如内视镜 用于脑部研究的物镜自由旋转系统 以及视网膜成像系统等 进行活体显微成像实验的用户 往往需要自行准备各种器材和装备 譬如操作活体小鼠模型所需要的技术 长期观察的成像窗口 体内荧光标记的材料和方法 活体细胞动力学分析软体等才可以完成高品质的活体成像拍摄 反而 Ivin Technology 的活体显微镜系统采用多核一一体化的配置 从用户的角度上来看 安装不仅方便 也是个容易操作且维护的系统 不仅如此 我们针对活体显微成像进行优化其硬体和软体 搭配超快成像速度 以及活体组织运动补偿功能 并提供可以维持和监测活体动物身体状况的系统 更搭配各种附属设备 对任何组织器官的活体显微成像均无限制 Ivin Technology 针对各种小鼠和大鼠模型的活体显微成像提供 共二胶和双光子系统 还提供了超快成像速度的选择 在 512x512像素的基础上 每秒可获取高达100帧的速度 此外 更提供了在活体显微镜中 以微密及解析度及时截取影像的4个荧光讯号通道 Ivin Technology 活体显微镜分别可分为 共二胶C系统 双光子M系统 兼具共二胶以及双光子的CM系统 和固定波长为920奈米的双光子标配版MX系统 此外 我们还针对活体显微成像提供一站式研究服务 共二胶成像技术基本上是利用扫描 针孔以及高灵敏度的侦测器 有效去除样品在非胶点平面上的干扰 以达到光学切片的效果 透过Ivin Technology超快成像速度 可以在各种活体环境中进行细胞水平动力学的拍摄 此外 共二胶成像系统 适用于需要同时使用多个荧光通道的活体成像 右边的例子是我们使用Ivin C系统拍摄的结果 可以在淋巴结中同时观测到红色标记的血管 蓝色标记的基质结构以及绿色标记的免疫细胞 下列为使用Ivin C拍摄脂肪组织在活体环境中的成像结果 这是使用4维米间距下进行G-State图像的结果 可以看出在分层扫描后利用软体叠加重轴各分层的影像 我们便可重建样品的三维影像 然而 双光子行为近和共二胶最大的差异在于 所使用的雷射光源为近红外波段非秒脉冲光 在共二胶当光子激发的情况下 如右图所示 在雷射光束路径的样品都会产生荧光讯号 而双光子的情况下 荧光讯号只会发生在焦点上 因此是一项无需针孔即可实现光学切片的技术 另外 在焦点以外的位置均不产生荧光 因此在非焦点面上并不会产生光漂白的现象 此外 由于它使用的是近红外光 它的优点是可以运用在观察细胞在活体生成组织中的行为 相反的 不像共二胶可以同时使用4个雷射光源 双光子显微镜的缺点则是只能使用一个雷射波长 因此在应用上存在一些限制 但正如前面所说 双光子显微镜可以对样品的光读性降到最低 并且进行生成成像 可以说是一种适合三维成像以及长期观测的技术 此外 双光子系统的另一项优点则是光学二次斜波现象 该现象无需萤光标记 可应用于具有周期性结构的生物分子 例如胶原蛋白或其他具规则性的蛋白纤维 尾管或肌肉等 在此影像中使用的是Side1YFP小鼠进行骨骼基的成像 绿色标示的是神经肌肉接头 而红色则是运用SHG现象进行的基小结成像 此图则为使用Ivin共二胶和双光子共存的CM系统 所进行的骨骼基广域成像结果 绿色的是神经 蓝色的是血管 使用的是共二胶系统进行拍摄 而在双光子的模式下 使用SHG现象进行基小结的成像 并以5维米的间距下进行G-State的拍摄 此图进行最大强度投影处理的结果 可以看清清晰的神经肌肉接点影像 再次比较共二胶与双光子行围境系统的话 共二胶在成像深度上有一定的限制 但其优点是在活体组织中 可实现较高效且便捷的多色成像 另一方面 双光子行围境 虽然较不易拍摄多色成像 但可以拍摄较深层的组织 以便进行三维活体影像 Ivin Technology 将共二胶和双光子两种系统 同时配置在同一个核子中 则为我们的Ivin CM系列 另一方面 Ivin Technology 活体显微镜 不同于其他显微镜系统 能够实现超快扫描速度 别于一般的共振扫描器 在512乘512像素的条件下 每秒可获取高达100张的图像 其他的扫描系统 由于共振现象 信号较弱 因此中央的部分速度较快 而外部速度较慢 而我们的旋转多面镜 克服了这一个限制 使得可以以超快速度 将激发光传送至显微镜 整个视长角 以及时获得高画质的影像 以下为Ivin Technology 使用具有多边形的扫描系统 来实现高速成像 另一方面 Ivin Technology活体显微镜 都内建了运动补偿功能 在拍摄过程中 由于动物模型的跳动和呼吸 而使得显微镜视眼内的组织 因移动而造成影像模糊 透过运动补偿 即可在快速移动的组织中 拍出清晰的影像 左边的影像是实际小鼠肾脏成像时 所晃动的样子 一般的显微镜不具备运动补偿 因此只能拍摄到中央照片中 模糊且偏移的图像 然而透过我师系统 即可拍摄到 右图清晰且方便分析的影像 活体动物实验中 温度控制系统也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确保动物模型的生理状况 维持在最佳状态 我们提供了职场测温装置和加热板 可以即时监测动物模型的体温 并透过反馈机制 控制加热板的温度 此外 我们也提供了波片加热器 它可以控制和成像组织接触的波片温度 利用额外的温度指示器 也可以保持成像组织局部部位的温度稳定 放置小鼠的平台设计如下图所示 将所需要的配件连接到左边的连接器上后 将动物模型放置在平台上 并且推入后即可开始进行成像 接下来我将为各位介绍活体小鼠模型 可以进行哪些的成像以及应用 这是小鼠耳朵皮肤成像的结果 小鼠在麻醉后 使用职场测温剂和加热板维持体温 右图为Lyzen小鼠拍摄的结果 其皮肤中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式细胞可表达GFP 而血管的部分 则是利用带有荧光标记的抗体CD31 进行体内标记 如下图所示 可以及时成像血管和流入血管内的中性粒细胞 以及了解耳朵皮肤中巨式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如何运动 我们也可以针对特定感兴趣的蛋白质 进行荧光标记 并注入耳朵皮肤中 进行经蛋白质诱导的中性粒细胞动力血 随时间的变化影响 以下为蛋白质注射后 0、3、6小时后的成像结果 通常在麻醉保持良好的情况下 无需特殊措施即可进行6至20小时 或是更长时间的追踪成像 下面的例子是针对颅骨中的骨髓进行的拍摄结果 活体显微成像的优点 是在成像过程中小鼠还是活着的状态 成像后小鼠即可快速的被恢复 同一个小鼠可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追踪 并且可以一遍又一遍监测同一个小鼠同一个位置 这个例子是我们在进行骨髓移植的小鼠模型中追踪所移植的骨髓细胞 一天三天四天的结果 如下方所示 第一天细胞被传送到骨髓中并分散的状态 但在第三天的时候它们开始产生聚集 而在第三天到第四天时 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扩散现象 这是第四天每隔6秒手拍下的结果 可观测到细胞正在积极增殖分裂或是进入到新的群集的现象 下面是肝脏成像的结果 肝脏成像时需要切开皮肤以及附膜 以便拍摄位于内部的肝脏 这是及时拍摄的影像 0.5奈米大小的奈米粒子 在进脉注射后 奈米粒子透过血管进入 在肝脏内聚集 并且附着在肝痘内皮细胞上 下一个例子也是肝脏成像的结果 左图是肝纤维化模型所产生的胶原蛋白 在双光子系统SHG模式下成像的结果 即为肝脏中堆叠的纤维性胶原蛋白成绩的状态 右图则是脂肪肝模型 下图为体内观察第2、7、14、21天 通过甲硫氨酸与胆碱缺乏 M、C、D引食诱导的脂肪肝模型脂D的成像结果 在正常的小鼠上 仅可以观察到一部分的脂D 然而透过M、C、D引食诱导的脂肪肝模型 可以观察到脂D随时间逐渐增加 并且有聚集形成更大力脂D的现象 下面是小肠成像的结果 我们将小肠取出体外,切开并露出肠腔 此处我们使用的是PRESS1 GFP小鼠 进行小肠浓毛内淋巴管的成像 当小肠收缩时 会将红色标示的脂肪酸输送至淋巴管中 由于可溶性的物质通常会被血管吸收 而脂肪酸物质则是利用淋巴管吸收 在这里,透过使用淋巴管内皮细胞表达GFP的PRESS1 GFP小鼠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标记的脂肪酸 在进入长腔后,几分钟后 并被排入淋巴管内部了 下列是我们的客制化系统 主要用来观察小鼠视网膜 可观察视网膜血管中流动的红血球 其中也包括对视网膜中小胶质细胞运动进行成像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用于在同一个位置进行长时间追踪成像的成像窗口 以下为背部皮肤成像窗口的手术过程 首先选好成像窗口想要安装的位置 再利用打耳器打出相对应的三个孔洞 使用螺丝固定好上、左下、右下的位置 确定窗口不会移动 再利用缝合线固定好窗口移于皮肤 接下来移除一边的皮肤以及皮膜 过程中需要小心血管 透过皮下注射的方式 将表达荧光讯号的癌症细胞植入皮肤中 用以消毒过后的盖波片盖上 确定好没有气泡后 以C ring来固定盖波片 这样就已经完成一种移植模型 放置我们的活体显微镜中进行成像 如下方所示 我们可以观察到血流中 奈米颗粒、癌细胞、血管等影像 此为癌细胞移植后一天和四天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注射癌细胞的位置 观察癌细胞和血管如何随时间的变化 这样子的成像窗口 适用于同一个位置的追踪成像 通常应用于各种药物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到使用药物治疗的血管形态 和未治疗的动物模型相比下 较为正常化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将奈米粒子治疗剂注射在癌症模型中 并在注射2、6、24小时后进行观察 我们可以了解奈米粒子如何随着时间 透过蓝色标记的血管到达绿色的癌细胞 第二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的东西进入 然而约6个小时之后 奈米粒子已被传送到血管内部 奈米粒子无论多么的小 就算只有10奈米或是更小 只要它的荧光讯号够强 即可进行奈米粒子传递的活体显微成像 接下来为颅骨成像窗口 利用透明玻璃取代颅骨的一部分 以便长时间观察大脑 可长达几个月 以下为手术过程 首先去除部分皮肤 并且完全清除掉颅骨上面的皮膜 利用砖头去除颅骨的一部分 接下来利用镊子 小心翼翼将其取出 并且直入玻璃 利用紫外光固化剂固定周围区域 并且利用牙科用水泥进行密封 接下来即可利用我们的活体显微镜 获取脑内细胞的成像 此为我们针对脑成像进行的客制化系统 脑成像窗口如果是非放置于颅骨非中心的位置 那就需要一个可以旋转的物竞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可以在XYZ方向旋转的系统 在该系统中 我们使用了可沿轴向平移的压电平台 实现机密对焦以及快速成像 利用下列的影片 我们可以了解该系统可以在XYZ三轴方向自由的转动 我们可以根据鲁脑成像窗口 样品的确切位置 以及进入方向来调整物竞 并且来获取高品质的成像结果 下列为利用颅骨成像窗口 进行每三天在同一个小数 同一个位置的追踪结果 如图所示 红色标记的是血管 我们可以观察其免疫细胞变化 并且了解到大脑中的免疫细胞 如何进润到特定位置 或者针对血脑脏壁破坏的模型 利用Advanced Blue的荧光物质 来观察血管渗漏的状态 经过长达30天的检测 可以长时间追踪当一个物体的免疫反应 接下来向各位介绍可用于长期追踪 腹腔内脏器的腹部成像窗口 可用于肾脏、胰脏或是其他肠胃道 像是大肠等 以下为脾胀和胰腺的成像结果 左侧使用的是MIP、GFP 转基因小鼠对胰岛细胞成像的结果 监测了一线β细胞的细胞动力学成长和变化 脾胀成像则是使用CX3、CR1、GFP 转基因小鼠 对每个免疫细胞的细胞动力学 进行实时的成像 该小鼠在内原性单核细胞和素图细胞中 可以表达GFP 并且利用该窗口 我们也可以长期监测肾脏中 移植的胰岛细胞的发展 以及其血管状态 在大肠癌的模型中 利用腹部成像窗口的技术 可以重复追踪癌症发展 以及其和微环境间的变化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进行肺脏的成像 我们设计了一款可以稳定肺脏的成像窗口系统 在肺脏成像窗口上 盖上波片 利用负压通过其下方的孔洞 可大幅减少肺脏的跳动 因此可以稳定的进行拍摄 在进行肺脏成像之前 我们需要为小鼠安置人工呼吸器 在插管之后 打开胸腔 并移出部分肋骨 露出肺脏的组织后 再放上肺脏成像窗口 并且利用负压稳定肺脏 小心翼翼推进我们的活体显微镜系统后 进行成像 右图为血管血液循环 中性粒细胞的体内成像结果 用该技术 我们可以即使拍摄到 中性粒细胞的运动 或是红血球在肺微循环中的流动 我们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成像窗口 在快速跳动的心脏中 透过运动补偿的功能 获取清晰的影响 以下是透过我们的活体显微镜技术 进行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列表 Iving Technology在各种小鼠疾病模型 还有各种器官组织中 进行体内成像研究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 如果您有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或是模型 欢迎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咨询 最后想谈一下我们所提供的 活体显微成像技术研究服务 可以进行体内细胞成像 药物功效验证 和药物递送等实验 我们拥有多种肿瘤 急性病慢性病的动物模型 透过我们的活体显微镜技术 除了药物研究外 更可以针对各种免疫细胞 组织细胞 癌细胞 细胞 细胞外基值 进行成像 在研究服务方面 在进行体内活细胞成像之前 我们将透过咨询初步测试 来优化实验设计 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进行 小鼠模型的制作 成像实验 图像数据处理和分析 并且提供最终报告 在咨询的阶段 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 和您一同讨论出最佳的实验流程 荧光标记 提供初步的实验设计 并了解下一步该使用 怎么样的小鼠模型 并且优化成像参数 以达到所需要的成像目的 接着我们也可以帮忙 进行动物模型的制作 影像成像 影像分析 并且针对各种细胞动力学 进行量化分析 这是目前和Ivin Technology 一同合作的团队们 包含医院大学 制药公司等研究团队 一同为医学深刻研究 尽一份心力 关于今天的发表内容 或是我们公司的技术 想要进一步的讨论 欢迎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ivtech.com 或是信箱 information 小老鼠 ivtech.com 与我们联系 也欢迎大家上我们 索取目录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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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